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 文观察者网利东摇,本月中旬,两名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的加拿大人,被中国依法拘押。 随后,加拿大方面无视中国的司法主权,要求中国放人,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则相继帮腔, 直到昨天12月30日,澳大利亚也跳出来横插一脚,关切中国拘押加拿大人一事。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30名澳专家学者与前外交官,上周联名写信给澳外长佩恩,Maris Payne, 呼吁当局响应加拿大及西方国家的呼声,要求中国释放被关押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宁凯, Michael Kovrig,与商人麦克尔,Maris Payne,配恩资料图自澳梅迁今为止, 欧盟、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已发表声明,帮襄加拿大。 澳学者在这份联名信中声称,我们恭敬地促请你与那些国家政府一道, 支持加拿大政府提出的立即释放这两名被拘押者的要求。 面对学者们的呼声,配恩于三十日晚,发表了一份声明, 澳大利亚与加拿大都致力于法治,这对我们的民主制度运作, 至关重要澳政府,对最近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拘押仪式表示关切。 配恩当天声称,我们非常关注这些案件, 与加拿大目前进行涉及一名中国公民孟晚舟的法律诉讼是否有关。 在华被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徒自加拿大通讯社, 而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是, 配恩当天在声明中, 没有响应学者们, 要求中方释放加拿大人的呼吁。 澳媒三十一日认为, 配恩是屈服于国内压力才发表声明的。 澳大利亚人报称, 在其他一些西方国家, 谴责中国拘押加拿大人后, 配恩最初拒绝这样做, 配恩本月十七日曾表示, 他拒绝就此案置评。 加拿大国家邮报三十日称, 澳大利亚最后裁救加拿大人被拘押表态, 但也只是在国内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的, 声明并未要求中国释放加拿大人。 澳大利亚人报报道截图英国卫报认为, 中澳在经历了此前一段时间的紧张关系后, 澳大利亚目前正试图平衡与中国的外交与贸易关系。 本月英国以及欧盟为加拿大站台当枪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质问, 关于英国、欧盟、旧家公民被拘押表达关切, 我觉得很奇怪,这件事和英国、欧盟有什么关系? 当初加方英美方要求非法拘押中国企业高管时, 他们又在哪里呢? 他们声称的所谓人权, 其实是对不同国家的公民有着不同的标准。 一直以来,并非当事方的多个西方国家, 对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拘押尤为关注, 对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非法拘押中国公民一事却只字不提。 华春莹曾强调,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切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 加拿大公民康宁凯、迈克尔涉嫌从事危害中。 国国家安全活动, 加方当初英美方要求非法拘押连加方都承认, 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中国企业高管, 这种行为才是名副其实的任意拘押, 与法不顾, 与理不合, 与情不容。 12月以来, 因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 在家被拘一世, 中加关系陷入困境。 在此期间, 中国对加拿大人依法采取措施, 也自然引发外界强烈关注。 此前有外媒质疑中国对加拿大人的调查 与孟晚舟案有关联。 外交部发, 言人陆康曾回应说, 关于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方面错误拘押一事, 我们已经表明了立场。 至于这两个加拿大公民, 被中国有关国家安全机关,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中方是依法依规采取行动。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转自观察者网。